爸爸我要吃冰淇淋好嘞 蘇蘇你光顏上待著啊 爸爸給你買了冰淇淋就回來 嗯我知道 喂奶奶 油膏 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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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刚才给医院打了电话 他们说你在做手术 我想都这么晚了 要不我来接你下班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 说你不要给我打电话 我我只是 当初离婚的时候 我说的很清楚 朵朵的事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 咱们俩也不可能 我 我做梦又梦见朵朵了 我在想过几天时短的忌日 我们一块去看他吧 再说吧 咱们俩要把故事都还满 感谢观看 你谁啊你 还不赶紧开车 干吗呢 开什么车 你上错车了你知不知道 你谁啊你 你别动车里啊 那么大的岁数了你 你还当什么司机啊 你这是什么 我岁数他关你什么事 我跟你说 你认错人了 这不是你家车 这是我的车 这是白色的 我记得 你不就是一个司机吗 就是我爸开来监视我 我说你能不能醒醒 我不是你家的司机 也不认识你爸 这个车 它也不是你们家的 是我的 你上错车了 骗子 你们全都是骗子 你们全都是骗子 你根本就不记得 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根本就不记得 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根本就不记得 你不记得 我也不记得 我说你能不能清醒点啊 你怎么说话的 好好看看 这不是你们家的车 我也不是你们家司机 这车真不是你们家的 你不是说就不好 你说那么多干嘛 要是这回事就行了 怎么了 脚疼 脚怎么了 你看你 那个 是不是刚才 你从马如延上冲下来 然后我那个差点撞到你 你把脚给扭了 哎我跟你说啊 你当时啊 你喝懵了 你知道吗 我这么正常行驶 我让开 然后你突然穿出来 我穿一点就撞到你了 但是我没撞到啊 我踩着要刹车 我我刹车一看 结果你就不在 结果你就跑我车上 你就跑我车上来了 哎 睡着了 喂 我说 我说 你能不能醒醒 喂 哎 你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能去哪儿啊 马上就回来了 醒了 不好意思啊 等等 你脚还疼不疼 我说你个小丫头 你平时喝那么多就干嘛 你知不知道六十多危险 我要是没踩那个刹车的话 那后果是不堪设想 你知道吧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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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你住哪儿 我送你回去 那谢谢你了 我往前盖 这不能喝酒啊 这别喝那么多 你这喝了酒啊 太危险 你才回来呀 怎么了 我来喝酒了是不是 脚也伤了 我不像你这么没心没肺 你都不记得今天什么日子了吧 小心你 你不要碰我 你也不要叫我 大叔 你电话我记下了 我明天再给你打电话道歇啊 不用客气 你怎么会让呢 我在路上呢 碰见了您的女儿 她的脚受伤了 我就把她送回了 好 哎 请等一下 我这女儿啊 太任性了 平时她在外面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从来不跟我说 如果你方便的话 你能不能告诉我 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都跟你说了不要再打过来了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嗯 我都跟你说了不要再打过来了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嗯 知道了拜拜 大叔 黄小姐 从今天开始呢 我是你的司机 等等 你别叫我黄小姐了 你就叫我 小心吧 不过 你怎么来做我司机了 你父亲担心你打安威 所以雇了我 从今天开始呢 你可以叫我老张 或者 则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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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前做什么工作的呀 警察 后来离职了 那 你为什么答应来做我司机呢 在家闲着就是闲着 挑点事情蛋白 你出来工作你家人没意见呀 看你这样子 你应该有孩子了吧 上车吧 上车吧 等你走 我说我 我上次看到一塊超級好看的餅 今天還是算了吧 我想先回去休息了 是不是叔叔不太高興 你總跟我帶一塊兒 想什麼呢你 昨天 不是我媽的今日呢 我喝的點多 頭上疼 我喝的點多 所以就想咱回去休息了 你還是放不下媽媽的事情 這麼多年 每次一到我媽的記事 我就會想起你一定的心情 我還是沒有辦法聯絡他 這些年叔叔對你也挺好的 從裡哪有隔夜床 行了吧你 老是替我爸說好話 也不知道我爸為什麼就是不喜歡你 媽媽 那你回來了 嗯 你得把東西放我房裡去吧 爸 怎麼買這麼多東西啊 媽 先放錢了 哎 等一下 快點收拾啊 後天你把時間空出來 我給你安排了一個相親會 這都什麼年代了 你安排我相親 不管什麼年代啊 我是你的爸爸 我想讓你找一個 條件好 十分優秀 又適合你的人 總沒錯吧 我說過了 我不喜歡你對我的生活指手畫腳的 你現在為了我的未來 連我的另一半也要干涉了嗎 你怎麼能這麼說話呢 啊 我是你的爸爸 你的事情我不管誰管呢 還有啊 你看看你現在啊 一天到來你到底在幹什麼呀 成天不務正義就知道購物 而且你你那個朋友叫啊 周可的是吧 我看他 絕對不是一個心思單純的人 你真正跟他混在一塊兒 有什麼出息啊 你說我就說我 你現在倆我的朋友也要平頭論足了嗎 我不管跟他有沒有出息 至少他會天天陪著我 可你呢 好了好了 不管你說什麼 反正啊 我不會讓你這麼下去 我跟你說啊 跟你相親的這個人啊 那是我精心挑選出來的 所以 後天的相親宴 你必須參加 我 好 反正我拗不過你 去就去 可以嗎 可以嗎 不用了 你好 能不能麻煩你 把這個叫給輸緊輸一手 誰 謝謝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都都 快点许愿 喂 老许愿 好 那行 我们来到居里来 再见 爸爸 我约许完了 我们可以吃蛋糕了吗 都都 对不起 爸爸可能不能凭吃蛋糕了 小姐 又要出去 这周已经连续加班六天 今天朵朵胜任 你就不能好好在家待一天 这局里有任务 我必须马上到 你心里还有我们这个家吗 还有我的朵朵吗 你说当年我生朵朵的时候 你不在就算了 现在朵朵已经长这么大了 你就不能多花点时间陪陪孩子 妈妈 你别伸爸爸的去 我知道爸爸心里有我和妈妈的 老沙 你应该跟小鑫一起来的 她人呢 徐副总他们马上就要到了 哦 那个小鑫说去接电话 让我去看一下 你应该跟小鑫一起来的 不好意思啊 我们来晚了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呢是我男朋友 那个大家好 我叫刘 展新 你在胡说什么 我没有胡说呀 是您说的要正式见个面 所以我就把我男朋友带来 给您真是介绍介绍啊 你 我是不会同意的 你马上跟这个男的分手 我跟谁谈恋爱 那是我的自由 你管不了这么多吧 就是啊 吃到什么年代 还信包办婚姻那套啊 有你说话这份吗 还有 我是你的父亲 你的事情 我不管谁管啊 这么多年了 你现在想起来管我了 那个黄总 小鑫一定是跟您开玩笑的 你谁啊你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胡为 今天本来打算是 跟黄小姐吃一顿饭的 你看看你啊 这些年你那教养 我也搞不去了 还我说老头 你的那个 黄叔叔啊 我说您都这么大把年纪了 乖乖在家养老算了 管这么多事干嘛呀 你看看 你带着这什么玩意儿 难道你连这种小流氓 你都看着伤 你说谁呢 说的就是你 我还不 给我放开 你放开我 我告诉你 你要是嘴巴再不干净 就不只是手头了 你放开 总之一句话 以后我的事你少插手 负责 下次我带回来的 就是你的孙子了 华董 华董 华董没事吧 我先送你回去吧 坐带去 慢点华董 我 你说我刚才演他怎么样 谁让你凶我爸的 不是 他们怎么演的 逼真一点呢 我告诉你 要是我爸没什么事 那就算了 要是我爸有什么三成两短 我可饶不了你 我错了我喜欢 我先过了 你干什么呀你 赶紧的钱我一分不会少给你 别在这儿动手动机 说真的 我还真喜欢你 还行 干嘛 你来干嘛 要爸 你们 你怎么还在这 你爸让我保护你 你爸让我保护你 我不在这儿 我该去哪儿 他 没事吧 我不知道你跟你爸之间有什么误会 但是我看得出来 杭总是真心关心你的 你不应该这么气的 没事 你少管 有些人 不要等到失去以后 再去后悔 黄总 你的心脏问题 比之前警察的时候更严重 所以说你一定要控制好你的情绪 尽量不要让你的心情起伏过大 好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没事 那我就先走了 好 我送你 可以 可以 包总 可以吃早餐了 好 来了 我叫你来了 包总 来来来 我就不用了 小莲 哎 你给我准备一下碗筷啊 好 不是吧不可惜 是吧 董叔口袋里什么东西啊 这是我女儿送我的礼物 是什么呀给我看看 好 这个不就是平安节吗 对 我出任务需要保密 我女儿怕我有危险 所以每次出任务 她都会亲自给我编上一个平安节 她希望我能够平安回家 那你和你女儿感情一定特别好吧 相反 她很讨厌我 为什么呀 工作特殊 没时间陪她 有时候甚至好几天都不能回家了 那你妻子和你女儿 我离婚了 女儿去世了 哦那 小心 你是不是今天要出去有事吗 赶紧吃饭啊 吃完了让老丈送你 哦 还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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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儿 你到了没 那行我也到楼下了嘛上来啊 泽叔 对不起 怎么了 我今天不是提你女儿了吗 这已经过去了 对了今天是我女儿的记忍 再去看看 那你快去吧 还有晚上也不用来接我了 我自己回去就行 我相信你 小姐 小姐 怎么了你心在焉的 为什么 时候也不早了先回去啊 那我也回去 你看那人好帅 请问我可以坐在这儿吗 可以啊 请坐 小鑫 你没认识 怎么认识的 他就是我那个伤心对象 那还挺巧的 那个我叫周可 你可以随小鑫叫我可 不为 小鑫 我知道你对我有害事 但是至少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吧 我们不可能 那至少给我一个送你回家的机会吧 黄总想撮合我们的想法可没那么容易放弃 如果不想他再找其他的人跟你相亲 我愿意做你的答案 你确实是个好主意啊 行吧 何二我们就先走了 多多 妈妈来看你 你想妈妈了 你 我的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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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小心 小心 怎么了 没什么 今天谢谢你请我吃饭啊 那作为奖励 给我个拥抱呗 那可不行 老子在上面看着呢 好 拜拜 小姐 刚才是回送你回家的是吧 好 这个小伙子 叶维伦你很强 平时帮公司啊 也做了不少的事 是个可造制裁啊 如果你觉得他挺合适的话 多和他接触接触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的另一半 我的未来都不需要你来做主 你这很 我说两句很不惜了 各位 咱们爷爷俩在这边好好聊聊啊 你昨天说你今天要休息 今天又过来了 好 好 那个我买了两张这个演唱会的票 请小心一起看 那个 现在来接他吃饭 哦 好 哦 怪不得啊 我说他怎么一大早起来就在那收拾呢 哈哈 来来来 好 哎呀 我看我这闺女啊 她对你也不是那么太排斥 只要你们两个人 真的是两亲相约 那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我是喜欢小新的 嗯 我相信只要我一直对她好 她也能感受到她 哎呀 我这个闺女啊 已经被我宠坏了 有时候她的脾气很不好 你对她还是应该 包容才是啊 没有的事 其实跟小新相处久了之后 我觉得她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特别可爱 我很喜欢她 那就好那就好啊 你们年轻人嘛 还是应该都相处相处 啊 只要咱这闺女真心喜欢你 你放心 以后 我不会亏待你 啊 啊 您放心 我一定照顾好小新 嗯 说完没有了 说完了走了 那咱俩黄总我们就下面去了 好 你们去吧 小心 等等我 送我去整北县官吧 我 我们不去吃饭了 我还没来演成会的票呢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要跟你谈恋爱吧 我就是为了应付我爸跟你逢场作戏而已 快走吧 我朋友还在等着我呢 走啊 好 你最近的工作表现还不错啊 谢谢我总讨奖 对了 你和小新最近发展的怎么样 小新已经接受我的追求了 我们很好 那就好 我本来以为 我本来以为 你小新那野性子 他不会接拉你 还没想到你们两人发展得这么顺利 小新很善良 其实很好相处的 她是我的女儿嘛 我当然了解她 怎么样 最近她没让你少说气吧 没有的事 小新是在您手里疼爱着长大的 我以后也一定会对她更加的珍惜和爱哄 好 我就喜欢你这一点 懂事啊 所以我再把自己最心爱的宝贝女儿交给你 你的工作能力 我都看得眼里了 明天公司董事会开会 我打算 任命你为公司资源部的经理 从今以后 你就负责公司的 对外贸易工作 这是公司最重要的一个部门 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谢谢黄总 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 只要你对我女儿好 这些应该不是问题 对了 这个周末 我打算请公司几个相关负责人到家里来撤饭 顺便正式把小心意 向他们建设一下 你联系一下 周末 你也过来 好 好的 你放心 好 你回去吧 我要回去吧 你还记得那些处理 几个抱歉 好 喂 小薰啊 你爸说这个周末 准备请公司相关领导在家吃个饭 你安排一下时间 好 那就这样 老黄啊 你怎么这么轻率的 就把资源部进你这么重要的位置 安排给胡为了呢 老许 我知道你在擔心什么 你也知道 我的身体不太好 我肯定要为小欣 几天做好准备 胡为是我选好的女婿人选 她好了 小欣以后 才会过得更好 这个我知道 不过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 还多考察她一下 万一她不值得小欣托付终身呢 我倒觉得胡为这个人挺好的 人年轻 有伤进心 我是老许啊 我也不是马上要把公司交给她 这样好不好 我们可以 再观察她一段时间 老师 你这件事情 就这么决定了吧 我说了 老板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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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我说 你好 他家伍 你怎么回事 没什么 那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再问你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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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这样 来来来车户赶紧过来 就赶紧过来啊 好 稍等一会儿 爸 小心 来来来 我给你接受几位叔叔啊 这是许叔叔 许叔叔好 王伯伯 王伯伯好 公司的周副总 周副总好 你好 张主管李主管 主管好 来来来 先坐下坐下啊 爸 我今天也有几位朋友 想介绍您认识认识 哦 是谁啊 你们稍等一下 啊 可儿 叫他们进来吧 还挺神秘的 哈哈哈 进来吧 今天呢我请大家过来 你们就随便吃吧 吃吧 我这 小心 您这搞什么名堂吗 我没有搞什么名堂啊 爸 您请您的朋友吃饭 我也可以请我的朋友吃饭啊 难道你一定要让我这么难堪吗 方总 要不咱们先走了 改天再打扰你 今天是我对不起大家 改天改天 我严定向大家赔礼道歉 慢走慢走 都给我滚 那行行 各位没事了 赶紧走 好了 送你赶紧走 小心 为什么这么做 我跟你说过了 我不喜欢你给我安排的生活 这是你逼我的 我是你的父亲啊 我为了让你以后 能生活得更好 这难道有什么错吗 你以为对我好就对我好吗 你了解过我吗 你问过我吗 凭什么你觉得他适合我 我就非要跟他在一起啊 什么叫我让你们在一起 你要是不喜欢他的话 我怎么可能把你们俩困在一起呢 那个小军 你要少跟你爸说 你闭嘴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你看看 你看看这个样啊 你还有点消养没有你 我本来就有妈生没妈养 你从来就没有关心过我 还有 如果我妈今天还在的话 她绝对不会连讯你家对我的 你还好意思听你的妈 你妈是多温柔一个人啊 她怎么来伸出你这个东西 你连你妈一个手石头你都逼不上 她要是在天有灵 她也不会安心 叔叔 您生气归生气 您别打小心啊 你给我闭嘴 你以为你接近我女儿 我不知道你什么目的 我问你 今天这出道具 是你帮她一手策划的是不是 我没有 够了 你有气就冲我来 你干嘛骂我朋友啊 还有 你不配提我妈 你不要在这假装 很爱我妈的样子 你如果真的关心她 就不会在她生病的时候 夜不归宿 你如果真的关心她 就不会在她最需要你的时候 而因为钱放弃她 还有 如果你真的关心她 就不会在我一次一次 你求你的时候拒绝我骂我 你才是没有死跟提她的人 你 你原来一直这么看我的 我妈死的那天 我就没有把你再生过我的爸爸 混争争争争 我们是个人 滚 老子 你消消气 你闭嘴 滚是吧 我还不稀罕呢 我也没有你这个爸爸 你 啊 啊 黄总 黄总 没事吧黄总 打一二零 黄总 黄总你醒醒黄总 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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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总你没事吧黄总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好 请问一下您有没有小心闺蜜的电话 周可吗 嗯 有啊 麻烦你来打电话 小心电话关机了 行 马上打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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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你别生气了 要不这样吧 咱们出国去玩一段事情 说不定等你回来了 叔叔气就消了 可是他居然打我 叔叔那是无心的 算了 不说他了 我接个电话 喂 招什么事 他爸都在医院讲究了 还赞什么心 什么 怎么会这样 笑了不说了 我跟他赶紧过来吧 不出事了不出事 怎么偏偏叫我要出去玩的时候出事 谁打的呀 嗯 是胡伟打的 他说你爸好像心得有点不太舒服 好像送医院了 住院呢 那我得回去看看 哎 你先别急 你想 叔叔那身子骨都老毛病了 再说 怎么刚跟你吵完架就住院了 就这么强 我觉得 他是想以这事为理由 把你骗回去 也对 就我爸那身体 都摆了你成光了 对啊 而且你们刚吵完架 叔叔 能断绝妇女关系这种话都说出来了 现在回去 多丢人了 那还是等 玩完了 行 再说吧 我怎么会有你电话呀 啊 就前两天偶然碰到了就留了一个 走吧 去哪儿 二天 都要丢人了 我来 相信 相信 他出国了 你必须懂 他应该带回来路上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小夕现在 和我又成了这个样子 小夕现在的计较 不懂事 他长大了 就明白了 等他回来 你替我转个 就说 我 我不怪他 这些年 是我 没把他照顾好 我 我对不起他 谁公司啊 有老许 我会为他们 经历帮的 应该 没有什么 咋在问题 老总 遇下那么多 好好休息 老长 我在 虽然咱们 时间不成 没有 可是我 还得要 麻烦你 一定要 替我 好好照顾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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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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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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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总 去世了 你开什么玩笑呢 我才出去玩几天呀 你走以后 他的心脏病犯了 我们把他送到医院 还是没抢抢过来 你能别开这种玩笑吗 我爸要是气我之前 惹他生气了 那我以后不惹他生气 我爸要是气我之前 你觉得我会拉这种事情 给你开玩笑吗 我爸肯定在楼上 爸 快点 爸 你干嘛呀爸 你放开我你弄疼我你放开 你放开 没有亲属签字 只听我放胡话 一直放在殡仪馆呢 我们都在等你回来 你告诉我 我爸肯定生我气了 他他是不是在哪啊 他抢起来对吗 你把我交出来 你交出来 我想见他你交出来 你告诉我呀 你告诉我 姐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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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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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合同啊 你不要以为黄总绪是以前 让你做了志愿部的经理 你就可以这样肆意万为 我们公司以前的商业网呢 都是有固定的合作商的 建材类的货源也是固定的 但是这份合同 完全更改了我们的定向合作商 反而赚钱给了一家 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叫做新美的公司 你不觉得应该给董事会一个交代吗 许副总 是这样的 这份合同呢 是我跟周副总 还有其他几个公司高层 共同商业决定的 所以这个合同 走的是公司的正规程序 你们什么时候商业 我怎么不知道呢 好像 那段时间啊 您正在忙黄总的身后事 所以这点小事啊 我们就没有麻烦你了 还有一件事 今天我在查公司的资金走向的时候 为什么有几笔钱的流向不清楚呢 您没事查账干什么 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黄总刚去世不久 公司还有很多事情有待整理 我如果今天不是临时查账 我怎么知道会有这么多问题呢 许副总 是我直言 公司资金这一块一直是我在负责 有什么问题我也会向董事会报 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可是在越权 并且严重干扰了我的工作 你不要太过分 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不要太过分了 上班时间随意进入我的办公室 你不要以为你是公司的元老 你就可以一老卖老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和董事文以来几个人的交易 乱养人不知除非请莫为 许副总 这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啊 小心 告你诽谤 让你对一个公司 逮捕下去 不用你敢 许副总慢走啊 你带我来这儿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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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我心里想我女儿的时候 都会到江边来坐一坐 小心 你要振作起来 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做 我爸都去世了 你要管我干吗 我答应过你的父亲 要好好照顾你 你父亲跟我聊了 很多以前的事情 什么事情啊 他很爱你的妈妈 对于你妈妈的去世 他一直很没求 他对自己的自责啊 其实并不比你少 这些年 他一直在亲家里面 他去世的时候 嘴里一直说着一句话 他说这是报应 是上天对他的成绩 所以到最后 他都没能见你 但是你父亲从来就没怪过你 我也是个父亲 我来明白他的感受 他唯一希望的 就是你过的心 有一句话 他让我转过你 什么话 小姐 对不起 今后你的生活 我不能参与你 起点亮爸爸 没有跟你一起做 我特别明白 一个人直到失去以后 才懂得后悔的痛 我之前是一名警察 因为工作原因 很少能够陪伴在妻子和女儿身边 甚至我妻子 生我女儿的时候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却因为这份工作 给我导致了重生的遗憾 好 ổ特 对不起 我们已经尽力了 那场爆炸 让我永远失去了我的女儿 我的妻子无法原谅我 选择了和我离婚 制造爆炸的那个人 是我以前抓的一个犯人 后来他被捕了 我在审议他的过程当中 对他动手而被处理 最后我选择主动离职 其实我跟你说的 并不是我女儿的去世 而是去世以后 我一直很内疚 我觉得他是带着 对我的怨怀去世的 我这一辈子 都会活跃这份内疚当中 知道我妻子跟我女儿那天 他给了我对 这是我女儿亲手给我鞭子 他说 一会儿见着爸爸的时候 会把这个交给我 后来在大房间 我发现了很多这样的平安截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每次我出任务 他都会编一个平安截 他希望我平平安都会进 你女儿 真的很爱你 所以我想让你明白 可能在你心里 一直觉得你父亲是怨害你的 所以你没办法原谅自己 也没办法去面临新的生活 但事情并不是这样 不管你怎么任性 在你父亲的心里 他永远是爱你的 小心 为了让你父亲安心 好好地伸出去了 来了 来 找我 先坐 我来呢 是想问你 公司目前的运营状况 毕竟 我也要慢慢接手公司 公司的事情 就也是该好好跟你说一下 出什么事了吗 这个 由于黄总去世的太突然 给公司的股价造成了很大的波动 很多正在洽谈的合作商 都纷纷取消了合作意向 很严重吗 而且现在公司涉嫌机密外泄 很多业务都已经停滞了 那 那该怎么办呀 如果 一个月之内还是没有好转的话 公司 很可能会倒闭 公司其他的高层呢 他们怎么说 是 我又找过几位高层了 他们现在 也是泥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 我要亲自去找他们 他们和我爸 一起打拼多年 我相信他们不会不管的 是 喂 虽然在周嫁持了闭门根 但是黄兰兴也不气馁 他继续拜访了另外几位公司高层 虽然见到了人 但是所有人的态度 无一例外都是回避的 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 站出来帮助黄兰兴 让公司重回正轨 这让黄兰兴原本燃起的熊熊斗志 仿佛被冷水破灭 此时十分难过的黄兰兴 想到了自己的好闺蜜周可 我今天去了我爸的公司 可胡威给我说 公司现金已经遇到了困难 可能随时会倒闭 我就立马去找了公司的高层 可我没想到 他们居然拒绝我 甚至有一个我连面都没有见的 看来没了你爸 你真的什么都不舍 可爱 你现在说的什么话呀 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朋友 那是你以为 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朋友过 我最好的朋友 以前你给我买这买那 心里特别恶心 我觉得你在可怜我 在施舍 但我还要装装很开心 可我没有 那是你觉得你没有 如果你看到你当时那个眼神 你就不会这么说 我现在有事 喂亲爱的 我现在有事 一会就过来 知道是谁给我打电话吗 是胡文 现在我们在一起 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你怎么能这样对吧 你怎么能这样对吧 从我第一次见到他那时候开始 你就喜欢他了 要不是因为你爸 你觉得他会在你身边打转 你真觉得他喜欢你 好好照照镜子吧 对了 还有件事帮告诉你 我们出去玩之前 我不是接到一个电话吗 那时候我就知道你爸病危了 我也知道他快不行了 但我没有告诉你 我都准备出去玩了 为什么要让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来打乱我的计划呢 再说了 看你越痛苦 我就越开心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你有病是不是 你该怪你自己 是离把你爸给气死的 还以为自己是千金小姐呢 没有了你爸 你一文不值你什么都不是 有两个小姐 你自己没有技术 你只是在深情那里 也有 你会知道 我最后果然的人 你自己做 你自己的 2 3 2 3 3 5 5 5 6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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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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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雪 喂 泽叔 我回来了 也没什么事 我 就想跟你说声谢谢 自从 自从我父亲去世过后 发现 我身边所有的人 对我的态度都不一样了 我原本以为 我没有她 我也可以一样过得特别好 可我现在才明白 我一直都是生活在她的庇护下 没有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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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别人的眼里什么都不是 我就是想谢谢你 从第一次 你救了我开始 我就知道 你是没有带任何目的心的 我相信 就算我不是黄尹的女儿 你也一样会对我好的 对吧 所以 所以 谢谢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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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困了 我先休息了啊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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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小青 小青 小林醒醒 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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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青怎么样 还好你们送来几时 现在病人已经没有生命危险 刘院观察几天 应该满问题 那就太好了 收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为了让你随便去死的 我爸的公司 就快倒闭了 我对不起我爸 而且 我现在才知道 周可一直是因为我的钱 才来接近我的 我现在没钱了 他就嘲笑我 羞辱我 还有 如果不是因为我爸 活跃可能看都不会看我一眼 现在 他就和周可在一起 还活着干什么呀 如果我是你 如果我是你 为什么这么自己 你有没有想过 公司之所以会遇到这些问题 并不是纯粹的偶然 什么意思 送你来到医院之后 我去找了许文中 我爸的朋友 对 你爸在临终前告诉我啊 如果公司遇到了困难 你解决不了这个困难 就让我去找他 那你知不知道 他跟我说了什么 说了什么 公司之所以会遇到问题 不是偶然 而是人为 而这个人很可能是护卫人 怎么会是他 你父亲当初以为你喜欢胡伟 所以就用心栽培他 把公司的很多宝贵的资源 都交给了他 后来你父亲去世了 他联合周副总 还有公司的几个高层 瓜分了公司的资源 并且截断了公司的资金链 所以公司才会遇到这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 群死 并不能解决问题 可我现在什么都不会 我拿什么跟他逗 你别忘了 我和你许叔会帮你 你们 你们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送给你 这是你一直宝贝的平安节 你为什么要送给我们 我女儿去世以后 我老婆无法原谅我 就跟我提出了离婚 我当时一无所有 和你一样 想过去死 想过去死 后来每当我看见这个平安节的时候 我知道我不能这么去做 我要做的 是努力的迷补孩子的妈妈 是努力的迷补孩子的妈妈 今天我把这个平安节送给你 希望她能够保佑 保佑你一切顺利 许文中跟你的父亲白手起家 一直到现在 他没有任何理由会放弃你 而我呢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你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说的话 你说有时候 觉得我想你的父亲 如果你不建议 你可以把我当作是你的父亲 你父亲民众钱交代过我 让我照顾好你 所以 请你尽快的合起来 你要让我照顾好 啊 主 är 不说 没好玩啊 我哪都别想去 对了 以后啊 别做这种傻事了 我再也不会了 我看到 经常照顾你那个男的 谁呀 是我爸 我骗你的 那个是泽叔 他是我司机 他现在负责照顾我 那我先走了 这是他送你的 这是咱们朵朵做的呀 做得真好 这是我给爸爸做的 等他一回来 我就送给他 爸爸会喜欢的 朱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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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没事 你有什么需要的 你就叫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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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需要 我 妈 你舒醫生 之前就認識吧 怎麼想到問這個問題 之前呢舒醫生來查房 他問了我一些關於你的問題 後來看到了這個平安節表現就特別不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肯定認識 他是我的前妻 什麼 他是你前妻 對 這也太巧了吧 啊 有什麼巧克力 你現在的任務啊 就是好好吃飯 讓我身體做了主意 是的 我相信哎呀 我這不是關心你嗎 叔 那我再問你最後一個問題 行不行 舒醫生 現在還是一個人吧 哎 你看你看你看 肯定是 你看你臉子紅了 跟胡子屁股似的 哈哈 哎你別走啊 我還有問題我問你呢 則舒 雪兒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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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情 你愛你 就要不太照顧了 我愛你 你愛你 不要愛我 我愛你 好 好 顧我 有些人吧 这是面网不吃药的毛病 就是个 对了 我是来跟你说 你这段时间恢复的挺好的 就这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那个 我去打个热水 把药给吃了 我看有些人啊 这心里是比热水还要烫 好 淑医生 你 没什么 我那边办公室还有事 我先走了 这 好 好了 乐许的已经到楼下了 咱们可以下去 泽叔 你放心吧 这次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不会欠我们家的 我一定会全部都拿回来 许叔叔 今天我想给您道个歉 之前因为我的无理取闹 还有我的任性 做了很多蠢事 所以 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你在说什么呀 小心快坐坐坐 你爸爸和我 像亲兄弟一样 我怎么会怪你呢 这段时间你的事情呢 我听小张也说了 你受苦了 你放心吧 许叔会尽一切力量帮助你 谢谢你 许叔叔 你父亲去世以后 胡维在公司的动作是越来越大了 很多事情 他现在几乎都已经是明目张胆的在做了 公司里面以周副总为首的高层 跟他现在是统一战线 他在公司的账目上并没有很小心 我在离职以前找了几个新妇 已经把公司的账目重新复查了一遍 还真被我发现了很多问题 目前公司和以前的旧客户 基本上都断了业步往来 反而和一家叫做新美的公司 签向了合同 这很反常 我只知道这家公司 是在金标当中脱颖而出的 此前并没有任何的记录 我还知道另外一件事情啊 周副总呢是周克的叔父 所以我觉得 最初啊周克接触你 目的就不单纯 那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就目前从他来看 想定护卫经济反省 其实还是很困难的 我们需要找到更多的证据 你听说黄蕾先生去公司表演好 问说你插错了 放心吧 现在公司高层 除了许文忠之外 全部都照顾着呢 他一个人翻不起什么浪 而且公司重要的客户资源和流动资金 全部都给我转移到了新美 他黄蕾先生 他黄蕾先生 他跟王家现在 就是一个空壳 再说了 他黄蕾鑫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大小姐 我就不信 他有什么办法 能跟我斗 在这件事上 我叔父可帮我不少了 这么爱你 怎么可能 亏待了咱叔父呢 当初我叔叔说把我介绍给你 你还不要呢 整天不一定在黄岸清新边转眼 我要知道周副总给我介绍的人是你 我早就爱上你了 吴总 你为什么 我要是带不来 怎么这家公司 就真的只剩下一个不合的 我呢 还没有替他人 做嫁衣的度量 小心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可是一心一意 为了公司啊 是吗 跟公司高层勾结 亏空公司 这也是一心一意 为了公司吗 你调查我 可是 这些照片又能证明什么呢 周可还以为 你真的很喜欢他 不过在你眼里 他的作用跟我一样 不过也是你的 一块跳板而已吧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行 那我们就来说说你懂的吧 我们来说一家 叫做新美的公司吧 你真以为你做的神不知鬼不觉吗 这段时间 我们公司断绝了 和老客户的所有来往 转而把重要的合同 都交给了一家 叫做新美的新公司 胡总 您来告诉我们一下 这是为什么吧 这家公司 是在竞标会上胜出的公司 我们只是看着它的资源 新美公司的幕后老板 是你和周副总吧 放心吧 现在公司的高层除了许多年龙之外 全部都涨着 而且公司的重要客户和流动资金 都被我转移到的欣慰 但黄家现在就是一个空客 再说了 她黄兰新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大小姐 我就不信她有什么办法 来跟我斗 我这里面 给你和竞标公司 负责人的准备记录 还有心里的资金留下 我相信把这份记录 和公司账目一做对比 真相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了吧 小心 不是 那个黄小姐 你想要什么呢 咱们可以商量 你说 对不对 我呀 想要你从这间公司 滚出去 并且 把你从我爸那儿摊的钱 一分不少地还出来 否则 你就等着坐牢吧 吃人太适 最终 在黄兰新和张泽等人的努力之下 周副总和胡为都被撤职 黄兰新雷厉风行地整顿了公司上下 而胡为不得不把从公司挪用的钱 全部还了回来 在众人的努力下 又有了资金的支持 公司也渐渐回到了正轨 根据 在众人的努力中 听说 他们都在俩 那么多 他们是几个人资金的 在众人的 离开 我就不怕 这个 我的手 就知道 我 可以 想不想 你今天约我来这 这个地方 是之前泽树带我来的 张佛 你要跟我说的是 在我人生最绝望的时候 是泽树带我来这里 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 你到底想说 书医生 我知道我可能没有什么立场 来对你的过去说三道四 但我希望 你能听我把下面的话说了 说吧 我跟泽树认识 是因为他救了我 那是这段时间 就是他一直陪在我身边 可能早就自暴自弃 更不可能有今天的 我不知道 原来他还有这一名 这个 还给你 这么多年来 泽树一直把他戴在身上 小心翼翼地保护着 之前我在医院的时候 他为了鼓励我 所以把他送给了我 但我知道在他心里 他是一直放不下你 和你们的女儿的 所以现在 我也算是物归原主了 直到我父亲去世过后 我才深深地明白 他说当时对我说过的一句话 他告诉我 做任何事情之前 都一定要想清楚 不要等到失去了 才追逐默契 我只恨我自己 明白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和我父亲 一样两得 傅医生 有些人失去了 已经没有办法叫我 还在的 还相爱的 你们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呢 刘叔 感谢观看